开工第一天上班日 碰上武汉肺炎 疫情持续升温 超商业者加紧捕获 因为在过年期间 口罩一兆难求 附近上班族和民众 几乎人手至少都一包 才刚补完货架 一下子又空 返回工作岗位后 也让口罩需求量大增 因为今天开工第一天 很多上班族 也很关心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们在办公区的门市 口罩的销售量有较平常 有多到10到20倍不等的销售量 厂商这边他的口罩 一进到我们物流 我们就马上配送到 全城各门市区 根据超商统计 口罩销量比平时多出至少10倍 开工后口罩工厂增加人力 产量从原本每天244万片 增加到390万片 日前行政院宣布 口罩禁止出口一个月 引发讨论台湾口罩数量 够不够自用 摊开2019年数据 台湾出口到各国的口罩 以日本为最大宗 将近7成 其他分别是香港和南韩 至于疫情最严重的中国 只占1.1%排名第9 反观台湾从中国进口数量超过9成 因为怕买不到 昨天跟前天到家里附近买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缺货 刚好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就刚好来购买 那就是来这边之后 刚好看到有补货 就顺便买一些 然后顺便给同事这样 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虽然政府释出了口罩 一片要8块钱 比平常贵一点 但民众普遍认为能接受 毕竟健康无价 全台防疫大作战 从政府到业者全都动起来 环宇新闻王家杰张哲豪 台北报道